他家有那海鲜大拼盘 点 是我生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我要睡觉 晚餐时间到 我是好请人吃饭的珊妮 我们女生的话题 还没有结束 我一会儿就要见到 本次邀请的嘉宾中 最年轻的那一位 请年轻人吃什么呢 牛排和海鲜大餐咯 咱们走着 江江给我发微信了 他说他马上就到 咱们到电梯这来接接他 这个就是江江 是我这次邀请的 年龄最小的美少女 怎么样 还喜欢这个餐厅的氛围吗 就是我没有想到会来这种地方 对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牛排餐厅 他们家的干式书生牛排 特别好 你不是喜欢吃海鲜吗 对 他家有那海鲜大拼盘 点 没事 没事 走 走走走 他们家的干式熟成牛排特别好 我们一定要干式的 是42天了 对吗 是是是 OK OK 我们要肉眼 对 因为肉眼特别的嫩 你们家那个海鲜拼盘给我们来一份 我们家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这个海鲜 一定要满足他这个愿望 海鲜已经是我生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甜品姜姜来点吧 我要吃一个冰淇淋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 姜姜是哪一年的呀 我是97年的 太年轻了 25岁是吧 哎呀 24周一岁 24不好意思 过了20就不能再说叙碎了 其实呢我今天请了三位女士吃饭 你是最后一位 也是年纪最小的一位 好像刚好就可以串联出我们女性的一生 就是20岁以后的人生嘛 在你这儿 其实是刚刚开始的 我还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呢 我一直在想要请你吃什么 因为你不是威海人嘛 喜欢吃海鲜 开始我想要不然找一个 在北京最好吃的威海的那个海鲜小馆 这样是不是就让你能产生这种想家的情愫啊 但后来我换位思考了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 我肯定想吃点自己没吃过的东西 太谢谢你 你从威海到北京来了以后 你会想念家乡的美食吗 整个北方其实都会有这种卤菜的影子 都是这种咸鲜口 家里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种饮食习惯吧 我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了 但是最爱吃的东西还是老家的那口味道 永远最爱吃我们紧赢了一个叫羊肉串加饼啊 然后辣汤啊 哇现在想起来就汗水爆炸那种 但是就是巨爱 来 来吧 来吧 餐签面包肯定饿了 你现在已经找到实习单位了 在还挺有名的一个大厂 会很卷吗 我其实还没有太感受到这种卷了 在我的这些前辈刚好也是女性 我觉得我有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非常有效率 就执行力也很强 就看着一个目标瞅着就去了 我以后想成为这样的人 你是为什么要来北京呢 这座城市里面的人会有很多和我家里面的人 不太一样的可能性 北京是一座老城 但是北京城里面的人真的都很年轻 可能有的人到了四五十岁 他还是会每天就今天去捕个龙 明年去学个跳舞等等等等 这些人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沉淀的力量 他们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 是我非常好奇的 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很想留在这里去一探酒井 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女性是谁呢 这个人是我到北京之后才遇到的 是他让我看到了北京的这种可能性 带我走进了成人世界的大门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工作不仅仅是工作 挣钱也不仅仅是挣钱 而是你去怎么安排你这一生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我真的有一天会留在北京 但是我现在我把自己安顿的很好 就包括财务方面 包括我工作方面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刚毕业的人 我是一个有底气的 我们的前菜上来了 真的很好看吗 你怎么不拍照 你竟然不拍照 对我没有这个习惯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就是beeing 就是在这里就好了 然后我总是想把这些东西记下来 留住 对留住 这个海鲜盘我给你介绍一下吧 是不同的食材 不同的一个做法 这个虾和扇杯是用烤箱烤出来的 带皮的是蒸鸟鱼 它是用烤箱蒸烤出来的 你最喜欢的海鲜盘来了 我那眼睛就没有离开过它 你尝一下这个 我特别推荐 这是什么 它是一个野生的大猪甲鱼 怎么样感觉 的确就是不一样的风味 海边的人吃海鲜 还是就是喜欢保留这种原来的味道 就可能我们家吃一种蒜蓉生蚝什么的都很少 西式的这种就是会比较不一样吧 也是另外的一种可能性 你觉得你做的最有女性力量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更加独立自主的去为自己做决定吧 比较开明我觉得我的父母 在我家里都是直呼其名的 所以 你叫爸爸妈妈都是叫他们的名 真的 不敢想象 我要是叫我妈妈打吧 上去 不过对我来说 这个好处就是 从小到大 我所有的一切重要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之所以能在北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就是因为我能够更多的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 你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规划 在24岁到40岁这段时间内 多买保险 多存钱 我发现你特别爱理财 对 你是金牛座吗 处女座 一方面是钱可以给我很多的安全感 它是一种对于未来的规划 多一种人生的自主选择性 就好像刘玉玲的那个 嗯 嗯 你对非常对 如果遇到什么不顺的事就去你的吧 嗯 哈哈哈哈 这个美国安格斯的加记的大骨野肉 好香啊 对真的特别的香 它上来以后是三成熟 然后如果你要是喜欢这种口感就可以把它夹出去 如果你要是想让它再熟一点的话 你可以让它在盘子里再多待会儿 我们的干熟的话是您是吃三分到五分最好的 嗯 你可以感受一下肉香 还有这个肉里蒸籽的巧克力的口感的那种香味 我喜欢吃生一点 嗯 我是2014年去过一次阿甘廷 然后当时我是第一次吃到三分熟的 就那种一切就带血汤的那种肉 我跟我朋友说你疯了你要带我吃这个 哈哈哈哈 多腥啊 他说你吃就知道了 我当时一入口就哇好嫩啊 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 然后我就觉得嗯 美食也打开了我的视野 拓宽了我的边界 就觉得就永远不要去评价一个 我还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遇到最难的事是什么 就是在自我还没有建立好的那一段时期 经历过一段心理创伤 看我这个大大恋恋性格里能知道 我是一个算数经常会算错的人 但是还爱理财 哈哈哈哈 我在班门口遇到了数学老师 他问我考的怎么样 我说凑了三道选择题 然后我的数学老师跟我说 你去死吧 那天晚上下晚自习走的时候就在那想 我一会从哪跳下去 把我拦住的那个点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的父母不能够失去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成长 然后也正视了这件问题 现在就觉得的确当年就发生了一件小事 那个数学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喜欢 和学生开玩笑的人 他的那句你去死吧 可能就是朋友之间的那种你去死 对于我现在来说我已经释然了 那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错 不要用他的错来惩罚你自己 我们的甜品来了 因为我在节目里经常说 没想到有一天 真的请到了一个叫江江的姑娘 甜品就是灵魂升华了 没有这一口 这一顿餐 他就不玩着 没错 我们早上跟阿姨聊的时候 就说让她对各个年龄层的女性啊 有一个什么寄予之类的 认识你自己 放手去做你自己吧 自我意识的觉醒 怎么说呢 其实我并不觉得 就是所谓的这种自我意识 它一定是随着代际在逐步发展的东西 它永远是一个少数人才能有幸去拥有的东西 不是每一个退休的女性 她都能够有幸拥有像阿姨那样的生活 也不是每一个年轻人 她都能够说我要去为了我自己 而不是为了所谓那些世俗的功利的东西去生活 这是一个个体问题 不要去伤害别人 不要为他人造成困扰 在这个基础上 真诚的 善良的 热烈的去做你自己 我觉得是完全OK 不要在意别人的想法 不重要 真的是 今天好充实啊 不光吃了三种完全不同种类的美食 而且还认识了三位 特别闪闪发光的女生朋友 现在都2022年了 希望所有的大家 甭管是女生还是男生 都不要被性别的固有印象所限制 我们就要吃自己想吃的美食 就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勇敢的做自己 狠狠的爱自己 活出自己的精彩 我是好请人吃饭的山妮 你还想看我请谁去哪里吃饭 想不想看我继续体验服务员这个角色 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记得一见三连 咱们下顿饭再见 拜拜